老花一美丽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化问题啊 第一个臭宝 说这个买的菊花啊 快递过来断了一半 种下去活了 然后 就这一个黄不拉鸡的黄不拉鸡的这一个呢 臭宝家里边有没有杀菌药啊 多菌磷之类的 灌一灌根 灌一干根 然后呢 正常的施肥 跟他们一块养就行了 这种就得了一些个小病害 点问题不大 就是有点欧根的那种感觉嘛 别的没事 下次我说月季叶子咋了 黑斑嘛 平时通通都挺好的 没事就一两个叶子这样 揪掉就行了 然后呢 该用一点杀菌药的用点虾菌药 你的盆还是比较深的 你要多菌磷这些个 你尤其是养月季啊 这个东西少不了 或者是小粉药先趴的那种 其他之类的都可以 每个月来一回啊 盆栽就这样 没办法 下个寿宝说 叶子向下对折并且弯曲 这个是百合啊 百合的老叶子你可以撸掉 可以撸掉一些个老叶子 下面撸个十几个叶片下来 这个没事的 不用管它 这个时候呢 要用一些磷酸二青芽 或者是花多多二号 这种开花类的肥料 好吧 别的没伤 像我说老花姨你好啊 中了就没多久的绣球老妆 出来的芽都很弱 支领不起来 很快就蔫了 啥原因啊 你这个地方 碱性有点高啊 稍微的 稍微的有点碱性高 得了黄化病了 可以灌一些个杀菌药 并且用一些防水水 如果说是地灾的话 家里边碰巧 又跟我一样是农村 有粪坑的话 弄点粪水浇一浇 好吧 下个寿宝说 幸福祝啊 虫生的 哎 干了一半的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细了花友 你浇一边透透的水试试吧 扔到洗手间 用那个喷淋啊 淋它个五分钟 淋透 之后呢 把那些个 叶子该撸掉的撸掉 看能不能再二度发芽出来吧 二度发芽就能火 二度发不了芽就完了 嗝屁了 这个就汗死的了 晒死的 汗死的 下个寿宝说 长寿瓜咋的了 长寿瓜没咋的 偶尔有点小叶片很正常 主要还是有点水大闷根 有点通风差 别的没啥 好吧 适当的控一控水啊 拿捏一下浇水就行了 别的没啥 现在这期华尔美更多的也是遇到的一个水大的问题 杀允药这些个呢 建议大家常备一些 你像国光的多军灵的100克的社会价也就9块9 10块钱左右 可以备一些 比较大牌了 比较省心 能够预防很多的病害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